我们就不亦不用时分 就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给我进去我的PPT 我们就开始 正式做分享 晚上好 晚上好 我给大家对阵一下 看得多久 晚上好 OK好 非常感恩大家 又再花一次的宝贵时间 好像Sieven讲了 昨天是个中秋节 我们刚好有一个很长的假期 又是学校假期 所以 非常感恩大家 还可以花宝贵的时间 来我们这个平台 Ptonic的平台呢 尤其我们在推广 这个Ptonic神奇医生菌 一步融词也没有间断 就是每个星期三 8点半到10点钟的 我们都会做这个分享 好当然 开始之前呢 先允许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SK丹 然后很算注意这个大脑 这个性质还有健康的管理 宣扬者 最主要的话呢 是因为前提 我自己本身已经 曾经不健康 所以就想办法还原 当然过程是很挑战 但是最终的话呢 我还是把它处理了 因为我就是用这以上 三个方法 就是大脑性质 还有健康的知识 把我自己还原 也得益了我家人 得益了我自身的 亲生宝贝 然后就让他们还原 就是健康 当然也不浪费大家 太多的时间 我就偷偷推着我 自我介绍呢 就是SK等于苏格高文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 就叫我苏格嘎叫 也是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就给我一个启发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简单的治理 叫做简单生活 高思维 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是讲益生菌 CRP 如果真正我要讲这个主题呢 是讲发言指数 当然发言指数 再上一次呢 我们就讲血液的健康 但是前面呢 我就讲排毒 所以他每一个东西呢 我尽量可以的话呢 把它连贯在一起 我还是要讲焦点呢 是一个人健不健康呢 就要靠我们的血液 当然血液里面 我有曾经说过 我们人体需要三个必需品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乌的空气 细菌细的空气 但是讲呼吸法 是一个学问 第二呢 就是水 而且要了解 怎样应用喝好的水 让我的身体还原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 70%是水分 每一滴血呢 90%是水分 所以因此喝水也重要 第三个 也是处于在2007年的时候 世界已经发现到 就是说不管是科学家 还是研究院 都发现到地球的温热 是跟我们的泥土有关系 也跟我们的食物链 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植不健康 动物也不会健康 就是因为我们的食物链里面 严重切发了这个益生菌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很多主题呢 都跟是益生菌有关系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推广的Pitonic 肯定有机会 把我们的身体还原 但是我也要做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声明 一个声明呢 就是 抱歉啊 一个免责声明呢 Disclaimer 就是我们只是一个 教育平台 我们推广的产品 不是来做针对医学领域 或者是医生 或者是他们的仪器 来做治疗 我们只可以讲 这个是自然的食品 可以帮你做调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我们这边所说的每一个分享 你们不要只是这样听就算了 因为SK老师讲了 因为Pitonic人讲了 你们一定要用 你们自己的时间 去探讨 去见证 认证 然后呢 最终要实践 所以我希望你们 从这个知识 会提高你们自己的智慧 可以很轻松的 去把你们 对这个Pitonic认识呢 有这个一定的认识 然后去推广 给你的亲朋 亲朋去友 OK 好 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健康管理 我们都很知道 人生中跑不掉 这个生老病史 如果你真正了解 在50年前 甚至100年前 生老病史是一个常态来的 但是除于今天 我们进入21世纪 更甚至在MCO 2020年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是是生老病史 而我们现在是 反而是生老死病 怎么讲呢 生老死本身是避免不了的 OK 我们是我们避免不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常态 我们要很真实的 是要将去面对 我们会生出来之后 一定要慢慢老化 然后最终会死亡 面对死亡 但是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可以减少 这个病症的产生 但是又很可悲 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讲过了的 超过85%的地球人 不是就是刚好在这个边界 不是健康 又不是生病 是在边界 也就是说 真正健康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数据 已经见证了 人的体能 人的健康指数 或者指标 越来越低了 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属于病的 病而往生的 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死 OK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就要去想一下 到底人为什么会生病 以前我不管的 生病的话 就找医生嘛 因为医生可以帮我 处理我的问题啊 只要我觉得我头痛 吃止痛药 就可以解决了 我哪里痛 只要医生帮我吃一个药 变成我把好了就可以了 但是你会发现到 你吃药越吃越凶 越吃越多 你根本没有发现到 你根本不会察觉到 你已经有没有解决那个根源 在医生的观点来讲 我只要处理你当下的问题就可以了 后面的东西呢 吃点才说 OK 所以这个是我本身亲身体验的 当然我也是很侥幸 我只是在最后的尾身 30岁之前 垮下来的时候 我没有所谓的癌症之类的 但是的确是很痛苦 然后这个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你们更深入的分享 但是如果你看 今年进入21世纪 你会看到很多的癌症病人 中风的人也有 心脏病的人也有 肾衰竭的也有 而且你看 马来西亚是属于第4名 第4个排列第4名 肾衰竭的 再少过40岁 肾衰竭也是排名第4名的 糖尿病者越来越多 甚至如果你真正有去探讨的话 我们很不幸 就是我们是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而且甚至我们也是有 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洗肾中心 跟什么有关系 跟我们的糖尿病有关系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甚至呢 现在吸菌感染的指数 也越来越高 这个都是导致我们会生病 或者是从病开始 演变成这种更严重的病症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再想生一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生病 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原因 我从英文简单的 就是law of effect 就是说一切的根源 都是跟 一切的结果 对不起啊 一切的结果 都是跟根源有关系的 就讲 有一个结果 就是有一个原因 所以你真正了解的话 当然现在我们的世界越跑越快 所以我们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所以导致呢 有很多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空气污软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呢 车辆越来越多 工厂业的制造业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供不应求 它制造很多产品来符合人类的需求 也因为这样呢 导致我们的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 尤其是我们的水源 再来我们现在已经不管 以前老祖宗给我们什么智慧了 也专成我们什么的知识 什么方法 怎样吃得健康啊 太阳热热的时候 我们应该休息的话 现在没有 只要有灯 只要有网记网络 我们是可以24小时不睡眠 所以变成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熬夜 不够睡 压力大 饮食习惯也不管了 只要大部分呢 都是吃快餐 尤其现在美国自己也讲称 这个是叫做上性食物 因为什么 他们把这个符号 Sat American Diet 减缩 就是变成是上性食物 用的仪器 尤其是电 我们叫上锡 上锡呢 就是手机啊 WiFi啊 你最近啊 现在有一个当刚性的数据 上面叫做 Electro Sensitivity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 这个磁波或者辐射 有非常严重的敏感症 在1985年的时候 第一个发现这个 这个名称的话呢 是瑞典 Sweden 那时候要讲 OK 1985年 真正有这个对 磁波敏感症的人 只有0.0% 0.065% 现在进入了21世纪 尤其这个年代 2024年呢 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始 对这个电磁波有敏感的 因为你想一下 哪里没有 谁没有智能手机的 在家里谁没有安装 这个WiFi的 再来你用的电磁车 有没有发生很多的磁波 就是叫Electro Pollutant 就是说 我们讲电磁波的辐射 有啊 因为只要有电磁 只要有Bluetooth 就是蓝牙 你就开始中毒了 OK 还有运动 所以我每次讲嘛 现在人中三毒 一个呢 就是糖毒 一个就是做毒 没有什么动 糖毒就是吃什么都要甜 做毒呢 就是完全不动 第三个毒呢 就是WiFi毒 只要你有超过两个以上的话呢 你就开始 身体呢 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自由基 叫什么叫自由基 OK 自由基呢 本身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每一个人身体 有一定数量的一个自由基 它的本能呢 就是要综合 太过外来的侵犯者 当然我们讲 氧气太多 我需要自由基来综合掉 但是很可悲 现在我氧气吸的少 我生产的自由基更多 因为我吃的每一样东西呢 没有正确 用正确的程序 用身体的体能 用身体的能量 把它排泄出去 所以导致呢 我的身体就累积了 很多很多的疾病 而且这个疾病呢 就是叫做炎症 然后最主要的话 大家了解的话 自由基呢 它的功能就是 让细胞不平衡 然后它需要从 那个正常的细胞里面 抢它的电子 或者抢它的分子 导致呢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就开始慢慢的被破坏 如果你真正了解 我们从头到脚的话 每一个身体有关的器官 是有极限的 比如说我们讲皮肤 28天换一次 我们的血液 是每120天 它会更换一次 我们的五脏六腑 尤其是我们的肝脏 肾脏 大概是六个换一次 我们的骨头呢 大概是七年换一次 所以因此 这个换的过程呢 是让我们每天 都有机会发现到 或者在一年里面 都有更新 超过90% 我们的身体 都会重新被更新的 但是可悲呢 就是因为我吃了太多 肮脏的东西 导致自由基的产生 而这个自由基呢 就像一个恐怖分子 一直不断的 在我们身体里面 细胞强啊 强啊强啊 导致呢 有一些被不控制的细胞 变成我们叫做 Magnolensial 就是说 不能被控制的细胞了 它自己自由 在身体里面活动 而这个过程 会发生什么事 引起了炎症 炎症 英文简称 Inflammation 这样什么是炎症 大家注意一下哦 炎症本身 就是一个身体的机械 它的功能呢 就是当我身体 有很多伤害到身体 的免疫系统 有毒素进入 我的身体的时候 炎症就一定要 开始启发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话 比如说 我的血管 血跑得太慢了 这样身体 一发现到 有这个危机 它就会刺激 就是让它膨胀 刺激的 今天的人 不是靠自己身体的 自身免疫系统 而靠什么 靠吃药 靠医生给我们吃药 给它膨胀一下 膨胀不到的话 再加量 再不可以的话 再加量 一直不断再加 所以你要明白 炎症本身 它是在做好事 但是如果你想象 我把炎症比喻为 救火 救伤炎 整天在这边 就是要灭火的时候 但是你根本没有 想到自己 去控制自己的压力 没有管制 自己的饮食习惯 没有自己去照顾 一个好的环境 让自己的自身的免疫系统 可以提高 然后所谓的外来侵犯者 可以间谍的话 这样请问你 这个救伤炎 有多少的质炎 就是有多少的水分 可以灭火 有多少的体力 可以灭火 有多少个主炎 可以有本性 去管制整个身体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叫的炎症 也就是变成是一个病症 发炎本身的功能 就是要让我们快速还原 这样发炎 又分讲两种 一种叫做急性炎症 一种叫做慢性炎症 急性炎症 就是你突然间不小心 被刀割到 或者不小心有伤口 然后很快的 我们的身体就自动的 会启动一个短期 让你快速的 恢复我们的伤口 就是不要我的血液直流 想象如果血液直流的话 我的身体就照样了 本来它就是要想办法 给它凝固 给它还原 就是在这个短期里面 把它制好 但是如果我不管的话 长期下去的话 因为饮食不良 我的环境 然后我的压力 在不加管制的时候 它就变成越来越重 这个所谓的炎症 叫做慢性炎症 英文简称 Chronic Chronic Inflammation 之前是叫 Acute Inflammation 就是经济 它跟你救伤 它跟你救治 救济你自己本身的伤口 但是如果你不管的话 慢慢慢慢 它变成越来越重了 也就是说 旧伤炎 越来越没有力了 旧伤炎 已经不够水 跟你面火了 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再来 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 也被简称成 另一个名称 叫做氧化反应 氧化反应 就是最终的话 会开始生产一些 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用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你想象如果 铁 冰 或者是铁 链 真的是用铁了 它容易被氧化吗 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经验 只要一个铁 被氧化的时候 它会变成锈 因为它跟工具结合 不明白的人 我就用苹果 苹果本身 它是表皮 它的皮 不管是红色 还是青色 只要你在中间切一下 它会慢慢发现到 你本来白果肉 慢慢变成解特色 后来就变黑色 最终会变烂 为什么 它自己本身的抗氧剂 越来越少了 这个就叫做 氧化反应 最终会看它腐烂 所以当我们呼吸不良 整天熬夜的话 没有真正休息 又在抽烟 添加我身体的负担 吃了太多药物 变成药罐子 整天又用很多手机 用很多蓝牙 然后有过度的运动 再来最重要的 就是电磁波 这些的贡献 都会导致我的自由肌 一直不断的提升 最终它的氧化反应 也一直不断的提高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它会制造了很多化合物 所以你看为什么 有所谓的瘤 或者是发炎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氧化反应 是有关系的 我们叫做oxidative stress 就是你给你身体 有一定的压力 再坚持下去的话 这个炎症 对我们每一个细胞的 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叫 线粒体 matochondria 如果你每天不断的 一直吃那些 不健康的食物 不健康的饮料 吃的东西 都是没有提高 你的本身抗氧的功能 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最终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看到那个人越来越肥胖 他的身体越来越遭殃 关节越来越痛 这是因为 我们的线粒体 已经开始被严重破坏了 严重破坏到怎么样呢 因为如果你真的了解 它本身就是一个发电机 但是它需要支援 比如说 你要我发电 你要给我什么 你要给我给好有用的支援 这是有用的支援的事 比如说 如果我是一个火车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炭 我需要火 我需要水 如果身体的话 需要什么 需要高的营养 要有养分 你要给它矿物质 你要给它 那个蛋白质 你要给它很多很多的 有营养 对细胞营养的 那个支援 但是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都是没有营养的 吃的就是因为口语 而不是想到 我要怎样去照顾 我自身的细胞 还有的器官 也是因为这样 它就影响到 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 最终呢 它慢慢也会再退化 退化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讲的 那个所谓的 我们讲那个 氧化反应 Oxidated stress 所以这个最终的话 它太照样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了 这样既然我们都知道了 原理我们知道了 这样我应该怎么检测 当然我今天会做的分享的 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方式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 照顾我们的血液 血液经过我们的心脏 送营养 送养分 送氧气 送矿物质 微矿物质 这些资源呢 去还有维生素 去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去每一个器官 尤其我们讲 针对这个线粒体 这样所以抽血 是最容易的 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 来讲CRB 不过我就做了一些改良 然后是讲很多数据呢 尤其是针对血液 因为早前呢 我是用很多不同种类的 能量仪器来做测试 但是最近这一年里面 我这一两年里面 我都专注于那个厌血报告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想从厌血报告 知道很多的资讯 所以我就一直不看看 不同种类的资讯 很多的那些功能性的医生 不是医生 是功能性的医生 他们的研究 他们的报导 都给我一些启发 让我们了解 从学里面的资讯 或者数据 可以知道身体发生什么事 最简单的是 在上个星期 上一期的时候 我有讲过 如果你看到以下的 这一些数据 有异变的话 比如说 等一下我解释给你 有异变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 中心力的细胞 或者是淋巴的细胞 如果它的数据 它超标了 不在范围里面 就是有可能是细菌 或者是病毒的感染 如果你是单克细胞 是衰细胞 或者是碱细胞 它提高了 就是不在我们的 那个数据的范围里面 安全的范围里面 就是有很大的机会 它有一个寄生虫的感染的 好 这个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 某某人的一个咽血报告 我就是来做参考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明显的告诉大家 它本身 Mono Mono就是它本身 有细菌的感染的 这个就代表说 它已经超越了那个范围 很大的可能性呢 它血液里面 有这个 蛔虫的感染 OK 就是有蛔虫的感染 或者是有寄生虫的感染 所以从这个数据里面 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是我会强烈鼓励你们 当我把这个分享 讲完了之后 我把它上载到 这个所谓的那个 YouTube的时候 你们去多看 多了解 当然还有更多的资讯 我只是把它简单化罢了 好 当然当然最重要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用CRB 因为现在几乎每一个 有了解的人 都会用CRB CRB是什么东东 是什么东西 它叫做C反应蛋白 C Reactive Protein C Reactive Protein就有分两种 一个是针对肝的 另一种是针对我们的心脏 那个心脏的话呢 是叫做HCRB 就是Hypersensitive OK 这个他们通常怎样去验证呢 就是要看一下 你心脏有没有发言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 我们真正讲 性肝宝贝 性肝宝贝 心脏要打血 心脏要受血 它最终要解毒的血 干净的血从哪里来 就从我们的肝 所以它的指标呢 一定是要大家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叫低危机 我们就讲少过1 OK 就是少过1 这样就很安全 但是现在我给你看这个报告 它的报告是134 也就是说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炎 尤其是肝脏 还有那个心脏发炎的 这个都是因为 它本身对这个感染啊 受损啊 已经发现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通常我们看到超过100的话 120多的话 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只要看到一个癌症病人 他们是超过130多的话 就已经有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在两年前 我在格兰丹的时候 我在基兰丹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就接触我 他告诉我 如果那个人是300 400怎么样呢 我说 一两百已经很夸张了的 如果是300400的话 那个人应该是差不多走掉了吧 这是我跟人的见解 因为我没有看过 后来他就给我看这个报道 这个真的是很超标的 在300多甚至400多 然后他本身进入的这个状况 是变成植物人 当然我们就用方法 可以他很快速的 一直注入了很多很多高抗氧剂 Btonic就是其中一个很高的抗氧剂 当然有比他更高的 就是针对CRB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在176月2022年的时候 17号 一直不断的是灌输很多CRB 超级抗氧剂 超级抗氧剂 等一下我在后面讲的时候 你大概有一个概念了的 就是很快速给他一个超级抗氧剂 他就一直不断的降低 在6月24号短短七八天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指数降低到43.9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只要你怎样了解 怎么样把你身体的自由基 把你的抗氧化剂的化合物把它除掉 是有机会的 当然最终这个人有没有醒 醒回来我不懂 因为他只是问我 因为我在教育这个CRB的指数的时候 他就给我做这个参考 也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好也给你们看一下 好先啊 OK 然后这个你看到另一个呢 可以知道指标 就是我们讲8元的指标 从哪里看 那我课别的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ESR 什么是ESR 就是他们抽血的时候会放在一个试管 这个试管里面呢 他要看你这个学习的多快沉淀 沉淀的越快 也就代表说你的血已经开始发炎了 所以他们也用这个指标 就是ESR 你可以看到这个报道里面 安全的范围之内呢 是0到10 但是你看他的沉淀 沉淀率呢是76 也就是说他很快的沉淀 那个血几乎是没有力量 也就是说 也代表说 他的那个线粒体 就是mitochondria 那个发电机也没有力了 RBC呢 就是红血球的宽度 就是我们讲那个直径 这个是没事 这个就没事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指标 告诉我 他本人有没有发炎 Petland呢 就是我们讲血小板 当然血小板很多时候 你看到尤其是中文证的人 Dengue 他血小板会大幅的降低 但是肯定这个 这个你 这个是 这个这位 病患的时候 他的血小板是超级低的 因为他身体根本不够血 他的肝 他的五脏率 尤其他的肝脏呢 是严重的低落的 所以这边也给你们知道 怎么样去知道 你如果你的肝脏的指标 也是很高的话 尤其我们针对 这个所谓的SC agents 这些就是代表 就是他本身的干的 我们叫做那个梅 或者是我们讲做酵素 本身已经没有办法化解 他里面有很多的质源是不够的 尤其我们讲B6 就是vitamin b B群的不够 所以导致呢 他就开始会开始发炎了 所以你看 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如果你真正了解 老祖宗讲的心肝宝贝 真正如果我们要去处理的话 就好好照顾我们的肝 当然整体来讲 这个只是说它是有连贯的 我通常最基本的话就用CSR 就是CRB CRB C-Reactive Protein来做一个指标 所以就有一个准则 后续的话再看其他的指数 尤其是我们看那个肝 假设你的肝一直不断的有这些挑战 就是我们刚才讲AST ALT 这些他们的英文简称 如果你这个数据一直越来越提高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肝已经进入了一个在衰退 或者是衰竭的状况 所以你们要特别特别的去小心 好 刚才我讲过了 如果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P-Tonic 为什么要讲一身菌 尤其我讲P-Tonic 因为我们真正如果了解人体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健康肠道里面 因为我们针对的是从头到脚 但是大部分的一身菌 存在哪里 藏在哪里 都是在我们的大肠里面 不只是大肠 就是结肠大肠小肠 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 因为我们整个消化系统 从我的口腔开始直到我的肛门 整个系统里面呢 都应该有健康的一身菌 健全的一身菌 如果我真正的好好的照顾我的大肠 而让它健康的话 本应24小时里面 就是说每一天24小时里面 它都会自动自觉的生产 12公升到15公升的氢气 而这个超级抗氧剂 就很轻松的话 可以综合掉我们自由基的氢泛 也就是说 我只要吃 不管吃多少 我只要每天可以足够的 生产12公升到15公升的氢气 我们叫氢分子 或者分子氢 英文简称Molecular Hydrogen 这样很自然的话 我不用担心 我身体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为什么呢 只要你有什么东西攻击我 我不管是病毒 还是本身这些自由基的后遗症 就是它的核化物 我都很轻松的 可以用这个氢分子 或者分子氢 给它综合掉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从氢分子要制造的话 你整个身体的根基 一定要做得好 怎么样讲呢 一生菌到底对人体有多好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基本上一个简单的概念 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 有很多很多的一生菌 它的数量是怎样比例呢 就是9对1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大肠里面的细胞来做衡量的话 我的一生菌在我大肠里面一定要比它多9倍 这样才有机会呢 让我的免疫力提高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这样我才有强壮的那个免疫力 或者是很高的免疫力 这样我不用担心癌症的发生呢 我可以预防癌症 我也可以可以压制这个肿瘤的生长 甚至呢 可以清掉我的血 为什么 那我讲过了吗 肝是最重要的 我的过敏症都是肝有关系的 肥胖症也是跟我的大肠我的肝有关系 这样如果 我本身的每一个线粒体 像我讲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发电厂 可以正常操作的话 这样我就不担心糖尿病了吗 因为它知道怎样去正常操作 甚至你讲什么乳糖不耐症 我们叫做lector intolerance 因为80%的亚洲人 本身是不应该喝牛奶的 因为大部分的亚洲人是不适应 不适合去吃 喝这个牛奶 就是因为它的乳糖不耐症 我们叫lector intolerance 我们本人应该是多吃五股杂粮 而且你有一生菌的话 肯定它很轻松的 可以解掉我们的肝脏的毒 帮忙解毒 因为它有帮我轻松的去解掉 否则的话 我一生菌没有 我职业没有 这样肝本身就要做很多工 肝本身已经很麻烦 很累了 要制造500个功能 它有500个工作要做的 所以在皇帝内经来讲 它就是完全服务一个皇帝 就是说 它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什么东西都要依赖它 比如说 你的本来肝 你的骨头是应该生产血液的 但是如果它发现到 你血不够的话 肝脏也亦不容置 一定要去生产很多很多的血液 所以当时是紧急 才应该去做的 所以你看 婴儿的时候 骨头不硬的时候 都是靠肝脏制造血的 所以这个就是肝脏的功能 第二呢 腹泻 便秘 这些都可以压制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生进在的话 它可以把这些不需要东西 可以分解 变成有用的东西 它只要怎么样去做 支援回收 这个就是它的功能 所以 但是现在很侥幸的话呢 我们现在都在进入了 我们讲BioTech 就是生物科技 生物医学 如果你真正了解细菌的话 当然我的福气呢 是在192008年的时候 当我进入环保 我就开始了解 什么叫做有益菌群 我们叫EM 但是最主要的话 原创者是一个日本人 如果你真正了解 除了在日本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有两个国家是善用它的科技 一个呢 就是泰国 第二个呢 就是巴西 你去看 连新西兰 就是纽西兰 都要去泰国企精 因为他们用很多这种 生物医学 生物科技 尤其用细菌 来做很多很多的生产 细菌很重要 如果你真了解的话 我们避免没有菌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人类没有存在之前 我们有单细胞 就是细菌 从细菌里面 它会慢慢慢慢 就是说进化 进化的变成有三种菌 二菌 中间菌 还有一生菌 OK 当然如果你有听过我讲的话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好呢 是平衡 如果你要更健康 你的线粒体 要更健康的话 你的一生菌 一定要超越这个坏菌 而影响到那个中间菌 变好菌 这样我们的身体 就有再生的功能 如果反之就是说 我讲坏菌 超越了那个好菌 这样就影响了中间菌 我们就变成衰退 就是一直在做破坏的工作 所以你看 哪一个容易 肯定要变好 比较大挑战 如果你真正了解 中国的老祖宗 有讲过这句话 学好三年 学坏要三天 是有根据的 所以你看破坏自己身体 是太简单了的 但是要保养自己的话 你要了解这个好菌 和坏菌的关系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好氧气 和燕氧 我们需要的话呢 就是不要那个续菌 整天跟我耗我的氧气 跟我抢氧气 我们要的是找燕氧 就是不需要燕气的话 它都可以活 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生物医学里面 他们就去找这种菌呢 是不要氧气的 就是说无氧之下 无氧的环境之下 它可以活 而且活得很好 但是呢 它会帮助我们这个人体 或者是生物的身体里面 还可以制造很高级的抗氧剂 解决我们的问题 当然虚菌不只是单一两个 它是要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种类的 我们人体要好的一身菌 至少要三百多种 如果你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在2007年的时候 发现到人体需要 当然它不是代表说 我身体没有 我有 只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重要的 已经被慢慢的 靠我的食物 靠我的压力把它除掉了 所以要重新把它还原的话 要靠什么 就要靠我们讲Pitonic Pitonic肯定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在去年的时候 我本身也留着很多 当然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临床 最主要的话 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Pitonic很独特 因为你在世界上 或者在市场上 人家不敢跟你讲 我的一身菌里面 有超过一百一十种的 只有Pitonic可以有这个本事跟你 当然我不讲我们是唯一 我们是其中一个 比较高等级的 可以帮助人家身体还原的 就是因为区区的 它有一百一十种的 有益菌群 有这个活性的一身菌 在里面 甚至如果你看最近的话 我们还有加强版 我们给它口味更好 它的功效更强 然后第二呢 就是你看任何一身菌 它都会告诉你 你一定要饭后才吃 不可以空腹吃的 否则的话 你可能那个一身菌 没有效果的 偏偏我们的一身菌呢 就是因为是生物科技 针对我们身体的架构 只要从我的口里面 空腹核 我的胃酸不会射 不会射出来 把它干掉 而是让你直接通过 进入的小肠 为什么 它的设计呢 是在pH183.8 它就直接让你进入小肠 另一个 每一个一身菌 都非常非常怕的 就是很怕高温 因为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人类的人体的温度 是37度 只要任何身体的温度 超过37度 它就有本事 把里面的血清干掉 包括这些一身菌 我们的peat tonic呢 是被培植 是可以耐高温的 到多高是80度 也就是说我平常呢 平常性我都是放在车里面 需要喝的时候 我就喝 如果遇到我要面对人的话 我就喝的特别多 因为我知道我不需要用血厨来去保寒 不是保温 保寒 OK 液体是肯定是必然的 为什么跑不了 如果你要养这些110种的话 你必然是条件 基本条件的一定是要液体状的 因为其他的话 不是放在胶苑里面 粉状就是药丸 因为液体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它是设计出来 是造级抗氧剂的 超级抗氧剂 然后最终的就是它非常高效 而且是不断的一直生产 这个天然的抗氧剂 而且可以提供我们身体的 五脏六腑需要的质源 抗氧盐 酶素 维生B群 维生素就是B群 就是B1 B2 B6 还有B12 这些都是给我们身体能量 刚才我讲了吗 但如果你看到 你指数越来越低 就是因为没有B6 B12就是给我们身体的能量 Vitamin K也非常重要 就是靠细菌生产的 就是因为要结合 太阳晒出来的B3来制造非常棒的骨头 因为只有骨头 骨髓才制造漂亮的血 然后我该之前讲了的 如果一个健康的大肠 健康的体魄 身体自然每天自动 不是靠吃 生产12公升到15公升的 氢分子或者分子氢 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Btonic还可以外服 不只是内用 你有看过哪一个Btonic讲 我有割伤了 我去拿你的医生镜来插在我身体 没有这个这样的力量 我们Btonic可以做得到 好 最重要的话呢 Btonic是很自然的东西 而且非常有效 它可以提高你能量还有活力 再来呢 强化我们的消化系统排泄 你的肌肤光彩 都可以有机会的还原 就是让你越来越光彩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最终的话呢 就是净化我们的五脏力腹 尤其是排毒器官 让我们的专注力 我们的清 我们的思维可以比较清晰一点 当然重要 今天我们讲的是叫做炎症 如果你有炎症 它可以跟你消炎 当然不是喝一杯 就可以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要看状况而定 如果是保养的话 一杯没问题 如果你的CRB指数很高 好像120多的话 这样我只可以鼓劝你 一天要喝一罐了的 喝住30天 甚至喝到你完全没有 这个CRB的指数 再少过0 少过1 当然最终的话 Btonic吃什么都好 高能量的东西呢 就是要让我们的menu提高 好 这个就是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有什么疑问 等一下我们可以进入Q&A 好感谢大家 Steven麻烦你 OK 谢谢 谢谢SK老师 刚才就是一一的跟我们分享 什么叫CRB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真的是 有时候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去测验 就会了解CRB 跟那个我们的益生计 Btonic益生计 尤其我们是一体的 就是那功效 就会更加更快速的还原 所以这边呢 我们刚才听了 有看有谁 有什么 就是有疑问 有什么 我们在这边呢 这个环节呢 就是Q&A 每一次我们开会之后呢 分享之后呢 都会有一些 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长期的 Bernard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 跟他老婆 就是时常在这边 请发问 我们也学习到很多 这边也是开始 让大家一起来探讨 学习的一个平台 我从中也学习了很多 一个问一个答 真的是满载而归 OK来我们开始这个环节 让大家轻松自在 可以发问 好那现在可以开始Q&A Q&A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聊天室 打你们的疑问 因为如果你不敢说话 不方便 就直接在聊天室里面 打你们的问题 英文也可以 华也可以 马来文都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话呢 我还是鼓吹 因为这个平台 是设计给大家的 所以最好呢 就是我们可以 一起来学习 这个学习呢 就是让大家 可以深入了解 不只是学习Ptonic 也学习学学学方案 因为我们不可以 把Ptonic 当作是一个鲜蛋 第一个 如果你不相信 你吃鲜蛋都没有用的 所以Ptonic 不会帮到你 但是你吃了之后 你会发现到 我明明吃这样多 为什么 我本来好了 又回来的 就是因为很多原因 生活作息不对 然后你的饮食习惯不对 当然你本身好了之后 你又回复 你自己的坏习惯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 都是因为之前的习惯 没有改变 大家要有这个觉悟 你难得以还原了 你的健康 就不要再乱乱来了的 就好像我本身感受过 以前很照样的 那个过程的时候 我不期待 我再回复 那个以前那个过程 所以我每一个东西 都会警惕 因为什么 我需要我的身体能量 我不想再有这个疼痛 我不想再这个烦恼 所以这个都是我的心得 可以跟人家做 很多很多的分享 好 我们可以开始了 希望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直接在聊天室里面 也可以开视频 可以开麦克风 我们做起问 有吗 今天是假期 所以也是学校假期 所以来的人是比较少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们有心要学习 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 我都会一一地帮你们解答 对啊 对啊 是假期 每个 谢谢老师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发现我最近 好像 我不晓得 是不是那个假装线 已经好了 而且呢 现在变成我 比较胖了一点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胖有两种 OK 你看大家有这个觉悟 有时有些人 你看到他好像胖了 所以因为什么 胖有两个原因 大家注意一下 你应该去真正了解的话 你是真的是 因为你觉得你胖了 是你肌肉长肌肉 还是你长脂肪 还有甚至 有些人是骨头重了 你看有一些人 他看起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异样的 但是他身体比平常重了 可能一公斤两公斤 甚至有五公斤 我也看过了 所以我就解释给他听 是因为你骨头重了 你身体是没有变化的 你的肌肉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没有长脂肪 什么都没有 但是人体就比平常重了 可能一%到十%都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你吃得对 你吃得好 让你骨头重 大家要记得 骨头重 也是代表说 你的骨骼健康 你的钙质重很好 然后你的骨垂 才制造新鲜的血 很多原因的 最要紧是你要检验一下 你的所谓的胖 是在哪一个方面 我看到我最近 就是那个 好像肌肉会增加一点 皮肤也是比较光滑 好啊 恭喜你啊 加油啊 这个就是 这个正常 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你应该想 你应该想办法肥 现在人一年长的时候 是越来越瘦的 瘦到好像没有肌肉 又没有肉这样的 我以前 如果有那个甲状 是很厉害的时候 瘦到好像僵尸 就是了 人家看到我 都是说 这个人为什么 变成这样子的 现在我真胖了 你变得年轻了 他们这样子讲 恭喜你 这个就是好的现象 所以上个礼拜 我跟你讲 有没有考虑 吃少一点 或者不吃 这你自己要做决定 可能你会更胖 更好看 长肌肉 长骨头 更年轻 自己要试 自己要感觉得到 OK 谢谢 不客气 还有其他疑问吗 最近 最近都是很多人 暴饮暴食 因为 家长期的话 然后现在很多人中秋节 吃很多好东西 所以你们记得 要多喝Bitonic 还有G7 很多很多人生病 尤其是咳嗽越来越严重 出很多汤 而且是有 感染到很多很多的家庭 成员 所以你们也是要特别 照顾一下 喝多点Bitonic 还有其他什么特别疑问吗 我知道今天 这个礼拜都是 很长的假期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 进入了那个 休息状况 休息的心态 对啊 对啊 每个 趁机还没有回来 是的 是的 没问题吗 来 老师 来 最近我 我有给那个醋 他喝了 是 醋 吃饱饭给你 可是他说 觉得有点骨头酸痛 会不会喝醋的问题 你喝什么醋 我 organic 买的苹果醋 OK 因为你要明白 我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organic 醋是没有问题 但是亚洲人 就好像我们讲 亚洲人不应该喝牛奶 因为80%的 亚洲人 都是有这个叫做 牛奶 不耐症 就是lector intolerance 同样的 醋 苹果醋呢 是给 大部分是设计 给西方人吃的 如果你看日本人 他从来没有喝苹果醋 他喝什么 他喝草米醋 或者是红酒醋 红酒醋也就是葡萄醋 所以我们亚洲人 应该喝多点亚洲的醋 亚洲制造的醋 比如说苹果醋 梅子醋 或者是 总之不是苹果醋 但是苹果醋 不是代表你不可以喝 但是喝多了之后 你的确会感觉到 你骨头会暖 会不舒服 这个就是因为 他的醋 他那种西方的醋 有些是苹果 不是太适合亚洲人 哦 这样 所以你们要好的醋 又便宜的醋 我会怎样呢 我就会去海欧买 买中国醋的义王醋 我爸爸妈妈超喜欢的 很多老的长者都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们胃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讲你拿一杯来喝 有点像喝酒这样 不是甜甜的 可是那天我去海欧 可能没有卖了 我不敢讲 因为我很久也是没有去买了 不过每次我去买的话 我都会买一箱一箱的 因为怕没有货 尤其是得意我的爸爸妈妈 但是你给我女儿的话 我们好像当喝酒这样很爽的 就这样喝下去 它甜甜带酸的 叫做义黄醋 对对对 义黄醋 以前是做给 以前是 就好像你做给皇帝吃 这样那种醋 甜甜带酸的 又不是很贵的 不是超级贵 你看现在卖的醋 没有三四十块 就不是不叫醋了的 对吗 义黄醋那时候 我买就没有超过十块钱 我不是弹着便宜 而是还有效果 我很多阿姨 阿姨比较年长了 八十多岁 然后讲我胃不好 吃饱了很不舒服 胃脏气 我讲你喝杯醋 你就喝一杯醋 喝了很好 我希望他们还有卖 你们可以试试看 但是 对不起听不到 我有问他 说没有卖这个醋的 可能你要找一下 我不太清楚 或者是可能 下个星期 因为明天我就出播了 所以我下个星期回来 所以我可能去问一下 看这是他们 已经正式不卖了的 OK OK 可以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妹妹 是 我的妹妹 她喝那个益生菌 她说 是不是会调理到胃 她是喝来喝去 那那个胃还是不舒服 她说 肯定不舒服 就是她喝的不够多吗 可是她喝下去 她说 那个 好像酸 跑上来 好像很不舒服 因为她的胃不好 如果你 如果你 就算你不要讲 喝一生菌 你只要吃任何酸的东西 她都不会好 所以我会鼓励 你的妹妹 如果可以的话 除了喝一生菌之外 每次饭后 吃一片的黄梨 哦 这样 饭后 不要饭钱 每次饭后 吃一片黄梨 吃一片黄梨 因为黄梨酵素高 然后可以帮你 慢慢调整你的胃 她吃这些胃酸 比较中和一下 当然还是 如果真的很严重 还是要吃 去照顾一下 不过 P-Tonic肯定可以帮得到的 因为P-Tonic 针对那个胃呢 它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它再来 真的不舒服的话 吃一些 你有听过人家 有卖阿罗威娜吗 阿罗威娜 吃点阿罗威娜 就是种那些切切切 拿来吃 都会帮助胃的 它会调味的 拿来吃 卤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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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肺调味 而且卤肺调细胞都很强的 卤肺这样拿来切了 煮来吃 你不用煮的 你可以煮也可以 不要煮也可以 就餐你的 餐你的蜜糖 餐你的 你的那个 好像你吃 他们讲 那个珍珠奶茶 以及你用那个珍珠 你用卤肺来吃 也可以的 卤肺 卤肺可以 可以让我的胃还原的 这样 因为他说 他很酸 很酸 他说到底会不会调到 他的胃 一定会调 我做一个例子 以前我的胃也是很糟糕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 P-Tonic这个产品 你知道我是怎样调我的胃的吗 而且在五天里面调的 我去买最贵 不是最贵的 最好的 那个柠檬 一个小罐里面 三百多ml 有十九粒的柠檬 我是这样每一天喝一罐 喝到你的胃 五天过后 我就没事了 这样 柠檬 但是你们不要试 怕你们受不了 因为我是可以耐 我的目的很简单的 怎么样痛 我都会忍的 忍到我知道 我一定会好 但是 可能我是五天 可能你的妹妹 可能要十天 可能要二十天 我不懂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可以跟你讲 几天会好 因为我们吃的是自然食品 不是看药 不是你来做很多临床数据 可以找到很多答案的 这样吗 这样让我做一个例子 他的胃酸 他喝到胃不舒服 都照样教他 这样喝 因为他在还原 他在处理 因为你要明白 胃是大概是六天到八天 就换一次了的 我们的胃 每六八天就换一次 为什么 他会面对很多很多高酸 高酸的那个胃液 最主要的话 是你妹妹应该吃东西 不正常 怎样讲呢 如果你真的了解 我们的胃 我们的胃 它针对每一种肉 它设不同的酵素 除了有胃酸之外 我们叫hydrolyxid hydrolyxid 第二个就是那个酵素 每一种肉有不同的酵素 所以我们从来鼓励 如果胃有问题的人 两个东西你一定要清楚 不要摻你的肉来吃 不要说我这边又吃牛肉 这边又吃鸭肉 这边又吃鸡肉 那边又吃羊肉 不可以的 你的胃受不了了 因为他要摄不同的胃液 你胃已经很弱了 这样他的负担不高 第二个 你们要吃肉的 尤其胃有问题的人 吃肉的话 一定要在下 中午就吃好了 晚餐千万不要吃肉 因为晚餐太阳下山了 你的胃已经没有力了的 你再吃很多东西在里面 你更糟糕 所以你要明白 不只是吃的方法 或者喝的方法 最主要的话 你只要怎么样去调理自己的胃 OK 真的要吃肉可以 一种肉 如果你问我 这个当下 如果要快速还原的话 筋可以的话 吃鱼 而不是吃 不要吃 不要吃猪肉 不要吃羊肉 如果你真的了解 我们讲 肉类的消化时间 从猪开始是最难消化 然后到羊肉 然后到那个 对 对不对 我讲错了 先从猪肉开始 然后牛肉 然后羊肉 然后火鸡 然后鸡 然后到鸡 然后代照鱼 海鲜都是很容易消化的 所以你看以前人家生病的时候 我要跟你补 我给你补 给你吃生鱼 你没有 我给你吃鸡 我给你吃羊肉 我给你吃鸭肉 没有的 因为是最容易消化 如果你要补回你的伤口 补你的蛋白质 鱼肉是最好的 OK 当然有条件的话 我给你鼓励 你妹妹 如果不想胃有问题的话 尽可以的话 不要吃肉 吃多类蔬菜 给你的胃液 射出来比较轻松 你吃很多肉 他就射很多胃酸 就来烧伤回你的胃 所以你还原的比较慢 OK 明白吗 然后你看为什么喝柠檬 因为柠檬很多人感觉是酸 不是 在燃烧之下 它是高减的食物来的 它只是口味酸罢了 真正醋都是酸的 但是它是高减食物来的 OK 那明白 OK 谢谢 不客气 还有起什么问题吗 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 鼓励大家询问 大家学习 真的是什么疑问 我可以解答的话 我帮你们解答 找不到 解答不到 我帮你找答案 反正大家没有什么反馈的话 我这个询问一下 今天请问大家你有学到东西吗 如果你有学到的话 可以你在聊天室 答案给我三条六好吗 六六六 因为今天的主题我讲的是发言指数 这个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不明白 它的挑战呢 就是我看见选报告 我不会看 所以为什么我在做这个 这个分享呢 就是给你们有一个参考词 当你看到的时候 我发言 发言就是我代表我身体弱了 我身体已经有慢性的那个炎症 就是自由剂很高了 所以我更要吃很多很多的自由剂 吃很多高看眼镜 让我的身体还原 身体是很奥妙的 只有两个学到 其他学不到 只有两位给我666 其他东西觉得今天的主题 跟你们没有关系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 这样我可以改善 然后以后分享的话 更清晰的给你们学到 你们应该学的东西 这个我会鼓励你们去视频那边 再重新学习 针对那几个调点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我CRB很高了 就是要小心点 好 感恩 其他人有还什么疑问吗 老师想问一下 这个CRB CRB是我们是 基本上是半年 还是有固定性的去检查 还是有问题 感谢到不对劲才去检查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案 好来 检查身体很多人的根据呢 就是说每一年查一次 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你身体的状况 我是鼓励你们每9个月检测一次 为什么9个月呢 我相信你们应该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啦 OK来 我今年验了 我没有事了的 但是明年验的话 我有癌症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我们的身体的周期 我们用小朋友的婴儿来做个准则的话呢 婴儿大概是几个月后就开始生 10月怀胎 或9个月到10个月都可以生孩子出来的 所以我们以这个 如果你真正了解 那个婴儿对身体来讲是什么 它是一个异物来的 就好像 哦 它就是我的一个化合物 就好像是一个我们叫Alien啦 OK 所以如果你真正要了解身体有没有什么大挑战的话 鼓励呢 是 你有能力 你有时间 你就每6个月做一次 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最好呢 安全一点啦 一年涨的话就9个月做一次 OK 而且坦白讲 现在验血越来越便宜了 不是越来越贵了 你看现在的验血 不像以前要几百块几百块了的 我只是跟你讲嘛 甚至如果讲 我不要做 我要做CRP可以吗 可以啊 有一些验血报 验血中心是可以做CRP的 但是大部分他不喜欢做CRP 他喜欢做HCRP 为什么 价钱的差异是40块跟60块 就是如果你做CRP test罢了 60 40块 有些不要做的 有做的话就40块 如果做HCRP是60块 那个是两年我收集的数据啦 因为我有去问吗 我要做CRP罢了 可以吗 有的 有些中心是可以做的 验血中心是有做的 OK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明白 你们不需要做太多东西 就是用这个指标 但我给你更多的什么ESR 那个血小板 或者是连包挂 我们叫做HB A1C A1C呢 就是可以很清楚知道 连我的血糖在3G里面 有没有标高 不像普通你用那种 真来验血 那种是完全不同的数据来的 正确的话 用验血呢 就是在3G里面 看你的血糖的指标 在3G里面有没有正常 如果有提高的话 就是代表3G里面 你的压力很大 你吃的东西不正常 你的胰岛素也不够 或者胰胀开始衰退 都是有根据的 也是反映出来 就是你的发炎指标 真的很多 现在他们越来越看重这些 用血 验血来 就是探讨 你的那个发炎指数 到底高不高 除了CRB 说CRB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是最基本的 最直接的 所以你问我的话 不要告诉我些东西 告诉我CRB 从CRB 因为你开始发炎了 发炎从哪里来 就是你的肝脏 你的心脏 如果这两个 很严重的器官都发炎 你的血会来得健康吗 你觉得送出去的血 会很健康吗 不可能的吗 所以为什么你看 很多人会高血压 很多人会有脂肪高 因为你的发炎 已经超标了 它已经没有能力了 就好像救火炎 已经没有支炎了 没有力了 没有水 跟你去灭火了的 SK老师 我请问 这一个姜黄粉 是不是对那个发炎 是很有果效的呢 是对 如果你跟姜比和姜黄素 姜黄素的抗氧剂 它们叫ORAC 就是它们已经用 如果你们去 有时间 你可以去Google 打ORAC ORAC就是它讲 抗氧剂的指数 它是姜黄素 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高的 是超过4万多的 如果没有记错 是4万多的 其他的抗氧的食物 都不比它高 它是其中一个 是抗氧之王 不是完全100% 是很多的 你问了什么东西 都抗氧剂 只要是蔬菜水果 都抗氧很高 包括你 你看胡椒的抗氧剂 也是很高的 但是偏偏 越难吃东西 没有人要吃 因为它抗氧剂 你们觉得不好吃 所以你看以前的人 都是吃蔬菜水果的 我就讲马来人就好了 你问现在的人 马来人 有多少个人吃乌烂的 吃新鲜的蔬菜的 没有的 很少了的 只有老人家才会吃 现在年轻人家 我们不吃东西 我们去McDonald吃 我们去菜快餐 快餐店去吃 那些比较好吃 因为有炸的 比较口味比较适合我们 不是因为健康 这样子我们是 比如来讲 喝这个姜黄粉 我们是吃饱的时候 喝还是空腹 如果胃有问题 刚才好像Seline的 她妹妹的 你们还是要喝 Pitonic的 因为你需要把它还原 但是如果你要 觉得舒服的话 通常我是鼓励你们 饭后的除了喝黄梨 对黄梨 吃一片黄梨之外 第二个选择 就是一小茶吃 的姜黄粉 进你的口 不要泡水 不要泡水 你可以选择泡牛奶 泡水都可以 不过泡牛奶比较好喝 甚至你放在咖啡里面 也不错的 我喝咖啡的话 我也是曾经吃很多姜黄粉 到现在我还是有吃 我喝咖啡也好 我吃什么液体状的东西 我都会放姜黄粉 就是说 放一小汤匙 你喜欢小小 如果一个茶匙的话 你只要放十分之一 就够了的 因为有些人受不了 那个味道 如果你可以放一茶匙 看你的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你吃的越多越好 就好像你讲 你喝Bit Tonic 喝多少好 你有钱 一天喝一罐 更好 有钱 有能力 就一千一罐 姜黄粉也是一样的 你吃的越多 它不会对你有伤害了 反而会帮助你的 OK 在日本 在日本 他们在推广 这个姜黄粉 可以卖到六五六百块钱 马币 我觉得很夸张 他们把姜黄 因为姜黄粉是在抗氧剂里面 植物的抗氧剂里面 算是很高很高的 它比将来的更高 好的 谢谢 好 不客气 还有其他人有疑问吗 刚才你讲到 刚才你讲到那个CRP 我们做检验 如果是数高的话 它会给我们知道是哪一个部位有发言还是什么 甘和生 甘 CRP针对甘 CRP发言 因为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刚才讲过了的 甘是解毒提供血 因为血 每 血的寿命其实是120天 所以你的甘 送全身的时候 它要收垃圾的时候 把你这些血里面有暗胀东西 一定要靠我们的甘去解毒 所以如果你的甘越来越弱的时候 它解毒功能越来越弱的时候 它的效率会告诉你 我已经发炎了 但是你这个血送给谁 一定要经过你的心脏 打出去你的肝脏 对不起 打出去你的器官 还有你的细胞 所以如果你CRP 是针对你的甘没有力量 HSCRP针对你的指数 发炎指数 在你的心脏也是很高的话 这样你就开始有挑战了的 身体开始有挑战 就是越来发炎 血越来肮脏 你要看上个星期 我们讲 为什么生病 因为血已经被污染了 变浓灼了 就是因为甘没有办法解毒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 甘如果是自己甘爆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的血管就开始累积很多油 因为它自己解不到毒了 它解不到那个油了 它没有胆子 所以你还明白 我一直强调的是性甘宝 性甘宝贝 你要照顾你的肝和你的心脏 这两个器官哪个最重要 肝更重要 当然心脏不打血 你也是完蛋的 不过你要干净的血 要健康的血 靠什么 靠你的肝呢 所以我们从CRP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肝开始提供的血 经过心脏打气 你的器官开始越来越弱的时候 你身体就开始慢慢低落了的 能量低落 你的身体越来越状况了的 这CRP纯粹是针对那个肝的一个指数 对 肝的指数 OK明白 OK OK来 刚才我针对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问 你先问我再讲 没有没有 我是说线上还有谁要分享 还是要问的都可以尽快 因为我知道前提 之前有好多人有问过 有关这个胃的 治疗越来越不舒服 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个提议 就是你们饭前的时候 你们喝一杯 然后你饭后的时候 你再喝一杯 但是加温水 看下你会不会觉得舒服一点 这个效果肯定会帮到你们的 因为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消化系统 最终最受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胃 因为胃一定要把你吃的东西 进过口腔 进过口腔 进过喉管 六秒钟去到胃里面 我的胃一定要射很多胃液 为什么 首先要把里面的细菌跟它干 就是把食物里面的细菌 一定要跟它清理掉 才来消化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我越吃那个益生菌 吃Bitonic的时候 会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因为你的胃已经受伤了 尤其那些有胃溃疡 或者是胃倒流 因为胃散过多 都是会导致的 因为是饮食不当 这个血怎么样吃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来的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只是从Bitonic的观点来讲 是鼓励你们 饭前喝一杯 吃饱饭 再喝一杯 加一个温水 喝下去 可能会带你很大的帮助 当然你第二个选择就是 你可以吃酱黄粉 你可以吃醋 你可以喝醋 都可以帮得到 不过 还是我们需要 一生菌在里面 制造我们的根基 因为酵素 是一生菌 排出来的 我们叫做 遗产物 我们叫Biproduct 所以我们叫Postbiotic OK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SK老师 我想想的是 我会觉得我胃不舒服的时候 我喝了那个Ptonic 我反正觉得会比较舒服 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状况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是胃倒流 有些人是胃 因为我也是时常会有胃发炎 胃发炎 对 胃酸倒流 这样子 我就胃部不舒服的时候 我喝了 我就会比较舒服 对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正确答案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们的饮食搭配 就是我们讲菜单 不对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尤其你把那个碳化物 就是我们讲 比如说 全世界最糟糕的菜单 已经被见证了的 全世界最糟糕的菜单 就是fish and chip 就是鱼肉和薯条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你的胃里面就会综合掉 如果用碱性酸性来讲的话 就是综合掉 它就卡在那边了 但是脑袋讲 胃不可以留在 食不可以留在胃里面的 你要发更高酸的胃液 第二个最糟糕的菜单 就是汉堡包 面包跟那个肉块 吃这两个结合是最糟糕的 又是让我的胃呢 就中止在那边 但是脑袋讲不可以 你一定要射更高的胃酸 所以你想象 为什么很多人有胃的问题 就是因为吃的结合不对 结合不对的时候 有一天讲 OK啦 我太胖了 我讲减肥 我今天就想不要吃 或者吃蔬菜 你的身体已经自动的 身体已经习惯了 会射更高的胃液 因为你胃空空吗 就烧掉你的胃咯 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人的确是 好像说我胃不舒服 或者是我会脏气 喝一笔 Donut 一定帮得到的 有些味道 因为可能你是轻微的 有些严重的话 它会接触到它一些伤口 或者是患处 或者是它有一些 我们叫Sys 或者Fibroid 在里面 它要处理的时候 要跟它拆掉 它有这个问题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除非你有去验 就是要去Scooping 看里面 你的里面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这样就会比较准确 知道为什么你会好 或者不好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OK OK 谢谢 不客气 谢谢你 还有其他人要分享吗 或者是要有 要询问的 或者Steven 你有什么东西想问的吗 对对对 我这边随便也是分享一下 我本身 本身一路来 对营养各方面 我都非常的 就是一个认同认知 自从喝了这个 益生剧B-Tonic 真的到现在几年 胃的方面的问题 真的是 没有这个烦恼 之前是很大的一个障碍的 就是胃不舒服 就是喘大气 各方面 就是很不舒服就对 所以这边可以给大家知道 我们的益生剂 真的是可以帮助到 尤其是胃方面的问题 是 谢谢 SK老师 好 我喝这个B-Tonic 已经喝了 大概有两年多了 是 我的prostate 我的prostate 到do and minus 如果你要do and minus 你是一定要喝每天一罐 喝一罐 每天一罐 当然除了一千一罐 当然除了一千一罐 你要配合 搭配饮食习惯 想法 然后动 动 要动 我会用种子健康 就是你要睡得好 你要准时睡觉 你不可以讲 我每天熬夜 对吗 第二 我一定要动得多 至少每一个礼拜 三次 最少三次 对不起 一个礼拜 我叫三三三 每一个礼拜 至少做运动三次 每一次要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 然后心跳一定要130下 那个是动 当然如果讲你不要动 如果是年纪比较高的 我通常会鼓励你们 尝试一下跳床 tamboline 我们叫rebounce 就是跳在那边 床那边跳 为什么 因为跳床对一个人 长者来讲 是没有什么特别负担的 它不会让到 你骨头会在那边闪掉 不会的 但是它会刺激 不只是你的肌肉 会开始有启动 而且会对你的淋巴排毒 非常好 那个跳床 第三个就是饮食习惯 那个是最大的挑战 也是最大的学问 你要怎样吃 你要怎样结合 这些都是一个 你需要了解的知识 然后另一个喝好水 因为Seed SEDS 种子健康 S是睡觉 E是 硬动 另一个E是吃 第四个就是 喝水 要喝好水 要喝多少量 这些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第三个 最后那个叫S的话 就是有三个S 第一个就是 你的股价有没有好 你股价也没有震 今天你看很多人 有股价的问题 我上次有一直不断的讲 你看我们的卫生部长 讲 在10年里面 会有900%的小朋友 有学习障碍 他的学习障碍 意思是说 不只是学习障碍 有过动的 然后有自闭的 有唐室的 有学习问题的 我会告诉他 这个900里面 有超过90% 股价都是歪歪歧歧的 扁平住的 肥胖症的 因为你骨头不正 你全部会有问题的 另一个S是什么 就是要吃保健品 你没有办法不吃 为什么 我们也是讲的 30年前你吃一粒草莓 今天你要吃一公斤 才得到 30年前 一粒草莓的 营养价值 然后你甚至会看到 人家跟你讲 以前吃一条 艺术酥 今天你可能要吃鸡 吃好像是 我如果没记错 他讲 吃30多条的 艺术酥 就等于 5、60年前 一条 对不起啊 我讲的是红萝卜 而5、60年前 你吃一条红萝卜 你今天要吃 60条以上 才得到它 一条的营养价值 30年前 你吃一条 艺术酥 你今天需要吃18条 才得到30年前 一条一丝数的 营养价值 所以逃不掉 你一定要吃保健品的 如果你讲 我都有吃饭 我吃这个水果 因为是种植的问题 它种的是有机吗 还是没有机 上一次我们有讲过 榴莲 榴莲也是很多 差别了的 以前的榴莲 很多苍蝇 很多果蝇 今天你榴莲 看不到任何一只的 昆虫 想吃榴莲的 为什么 用了很多荣药啊 对吗 最后一个S就是压力管理 你要学习怎样管理你的压力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制造 解决你的压力的话 你的脑袋的潜意识 一直在回复 重叠 你之前的那个感觉 所以你做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无奈的 为什么 我这边吃了 本来好的 突然间又被启发 回去那个状况 它又回来了 当然如果你要更快的话 我还是鼓励你们 上次我们讲排毒 以排毒的观点来讲 就是一天一罐 你可以很快的 为什么我这样有信心呢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他不算长者了 六十九岁 也不是很老了 他就是中了第四期的 肺癌的时候 他完全讲 我什么医学的治疗都不要 我要用自然 你有办法吗 我讲 用医生菌 但是他喝了七个月 他是一天一罐 他是一天一罐 喝了七个月 他已经被认证了 就是做了CR 那个CT scan MRI scan 做了什么 检测 Cancer marker 保证 他是已经没有复发了的 没有复发了的 我的亲戚也是一样 就是只要有喝 你喝得对 当然 他要配 我刚才讲过了 要搭配很多东西 最好的方法 就是想办法 把身体暗藏东西 排出去 你的前列腺的问题 就跟乳房一样 我最近也是遇到 他也是开始 他也是我20多年前的学生 那时候是在病城的 所以我这一趟也是有去见他 他就是突然间讲 他突然间发现 他有癌症 而且是乳房 我问他是不是家庭压力很大 他讲非常大 所以你要消掉你的压力 你解决不到这个压力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挑战 都是因为观念心态的问题 我之前有跟你们大家分享过了的 有听过我的 我讲 方法其实是不难的 我觉得最难的挑战 就是改变人的思维 心态 还有习惯 这个我很难处理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觉悟 你知道了不代表你会做 因为你没有这个觉悟 可以明白吗 然后前列腺是男人最后的把 乳房是女人最后的把 如果你前列腺也好 乳房已经开始有挑战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内在的器官还是有很多毒 所以你要把它排掉它 如果你纯粹要喝peatonic 就是一天一罐了的 你就会很快的会看到 它会降低的很快 大概要喝多久 这样一罐 我不知道我 就是要看你身体读书有多少 除非你有一个医学报告 我们就观察 好像我的学生的妈妈 她本身是中猴癌的时候 因为家人全部反对 因为有医生 她讲一定要做chemo一定要做radiotherapy 7个chemo 35次的radiotherapy 35次的radiotherapy 她也是大概3个月就好玩了 很快 但是她真的是什么 喝peatonic 又吸氢气 然后又全部是有机食疗 真的是跟着做 她妈妈也感受得到 因为她在布图加亚做电疗的时候 做这个chemo的时候 跟她在一起的人 不是脱头发 就是整个口烂 口腔烂 有凹色 身体没有力 她没有 头发没有掉 人还是看起来 好像普通人一样 人家去外面看 你不是病了的吗 你不像病的人的 因为她可以平衡吗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从来 我讲过了 我不可以去影响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因为你要跟你们家里沟通 不要突然间有什么事情来 有一个借口来 你赖我 我赖你 这次我也是有两个例案 一个是肝癌的 六个月 医生讲 我没办法救她了的 六个月请你回家 就等 所以问我怎样处理 也是一样 Bitonic 是很多高清气的东西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但是医生也是很惊讶 好像快很快 好像会好 好像会好 他自己用眼睛看得到 这个人好像越来越好了 不过容易吗 不容易的 因为最怕是自己的心 心理的那个牵挂 还有那个障碍 嗯 嗯 OK OK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还要问一样 好像比较讲 我们吃番薯 好过吃饭啊 可以这样讲 但是 看你自己本身的体能 因为番薯本身 也是有很多 那个碳化物啊 但是最重要是 它有很多 很多那个纤维 纤维是最重要的 这样请问你 你觉得哪个番薯比较好 紫色的比较好呢 还是黄色的比较好 还是橙色的比较好 我说橙色 橙色 啊 以前的 我们讲过以前 在日本打仗的时候啊 你看那些穷人 是吃黄色的 还是吃橙色的 还是吃橙色的 嗯 这样我就不懂 啊 黄色的 但是你有吃就好 过没有吃 哦 你说黄色的最好了啊 对 橙色比较高 啊 有时买不到哦 对啊 真的很难买的啊 以前是 以前人家没有钱吃饭的时候 就吃番薯吗 现在有钱的 选择找番薯吃啊 不是 黄色的番薯 有时买不到哦 对 比较难买 对 比较难买 不过 你可以买紫色的 你可以吃紫色的 也可以 不过黄色是属于最好的 哦 因为会有高纤维啦 对 高纤维 因为你要明白 我们身体 不管就算有一生菌 你没有吃纤维啊 它也是帮不上大忙的 它需要有纤维 嗯 哦 OK 哦 如果那个紫色的 他们就讲说 它的素色太强哦 我们的肝 很难排 排出来啊 没有啦 没有素色啦 就非你是招假的啦 这些都是自然的嘛 日本人他不会特意去做这些东西的 哦 只是说 它的口感比较好 比较甜 比较好吃 但是因为就是口感太好了 纤维素就少哦 嗯 哦 这样 还有他们说那个龙猪果 嗯 是 红色的哦 嗯 其实啊 我有个 医生朋友 他也是跟我们讲说 哎 你不要吃太多 这种红色的龙猪果啊 你的肝 要排出来 他的那个 颜色啊 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 OK 因为你在讲的话呢 就是他们打针的 嗯 他们讲的是打针的 龙猪果有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也有黄色的 嗯 OK 但是以后 这些是照出来的吗 当然我不否认 现在很多龙猪果 用了很多农药 所以很多人 也叫你们不要吃太多 他们泡 泡了很多农药 所以看起来 那个颜色 会很红的 因为你要记得 如果有任何东西 是用化学的东西 当然肯定你肝会遭殃了 如果以正常 我们讲吃那些 那个龙猪果的话 你要记得 龙猪果是属于纳米的 所以有时你小便 会变成红红色的 大便变红红色的 那个是因为 它是纳米啊 不是因为 你的肝有问题 嗯 啊 红色的食物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为什么我们讲 每天要吃很多彩虹食物 就是最少五个颜色 啊 红色是这么 它会补你的心脏 给你补血 所以为什么你看 我们讲那个甜菜 跟Bitroot 为什么这样 吃很多 就是补很多铁制啊 嗯 我们中国红色 也是补很多铁制的啊 如果你要吃 你要吃你的肾脏 要强的话 就吃很多黑色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讲 黑色的那个 黑豆啊 黑芝麻啊 只要是黑色食物 都可以帮助你 补你的 补你的 你的那个肾脏啊 嗯 可以写起来 啊 如果你讲 你要补青色的 你就要吃 做点青色的东西 它会补你的肝 如果你要补你的肺 就吃很多白色的食物 很多的嘛 白豆啊 所以为什么要讲 吃彩虹豆 是最好的 嗯 每一豆啊 白色的 只要是有白的豆 红的豆 青的豆 黄的豆 这些都是相系相关 跟你补回你的习惯了嘛 嗯 你可以做排毒啊 嗯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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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们叫五行啦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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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好 谢谢你 好 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的话呢 我就叫Steven做总结了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不 什么 只要祈祷五分钟 我们就结束 今晚上的 今晚上非常棒的一个 我们分享 大家都可以学到 这边 就是说 关系到 除了Ptonic 除了CRP 我们还有课外啊 就是让大家更清楚了解 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一些 关键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配搭 对 然后这边除了我们强调就是Ptonic 就是啊 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 Ptonic是非常一个基本的一个需要 必需品 是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是这样子 来 ISK老师还有吗 如果有的话再分享 然后我们就结束 今晚上的 这个会议 没了 OK 好 就是鼓励大家 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看回这个视频 尤其是学习那个CRP ESR 这些数据 其实在你的咽血 已经有指标了 只要你在安全范围里面 就恭喜你 如果有超越的话 开始注意一下 我开始身体发炎的 就要更大量的喝 Ptonic OK 我的分享就到此 好 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上再见 谢谢Steven 谢谢大家 好 晚安 祝你一个好眠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Bye Good night Good night 谢谢 Good night Good night